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传说 猫是守护人类的精灵 当你伤心时 它为你疗愈心灵 当你烦躁时 它也只需要用一身喵嗡 就能让你重归平静 古埃及人为什么崇拜猫 它真的是某种来自史前的神明吗 2023年 一位十分重磅的进化生物学家 乔博士说 如果说科学家对狗狗的研究处于现代 那对猫咪的理解 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 比如猫为什么只对人类喵喵叫 它只让这么多生物 猫为什么只选择亲近人类 真的就像是冥冥中有一种力量 在安排人类与猫咪的关系一样 乔博士把自己的研究写成了一本书 名叫《猫的多元宇宙》 在这本书中 它由我们展现了一片 疑云密布的猫之世界 而我们今天就跟随着乔博士的研究 走进这片疑云一探究竟 无论你是否养猫一定知道 喵喵喵 这就是猫的叫声 然而乔博士的研究一开篇就打破常识 猫竟然只对人类喵喵叫 它仔细回想一下 小区里的野猫吵架是喵喵叫吗 无论回忆 你大概率是没有见过野猫吵架的 因为你膝盖上的软猫 那可是大自然的杀手啊 能用速度与生法解决的问题 它绝不会跟对方纠结半句 除非你是人类 所以乔博士说 如果把猫咪互相争斗时 那种咬死咬吾的吼叫声排除 那成年猫咪之间几乎不喵喵 就连公认的画牢之猫显罗猫 他们也被观察到 只在寻找同伴和面对好奇的时候 才会发出类似喵污的叫声 更像是一种反叹 也并不是像与人类交流时 那种海生奶气的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呢 科学家们和你一样懵 不过为了研究这事 他们也做过不少实验 比如2002年 康奈尔大学的尼博士 他收集了100种不同的喵叫声 向人类示好的 即将被投喂食物的 还有被打你撸猫时发出的声音 等等等等 然后他找了二十几个学生 来听这些声音 每听一段就打一个分数 从一到七 代表喜悦到紧张的程度 结果发现 准确率竟然只有34% 这相当于 人类对喵叫声的判断 准确率比瞎猜高不了多少 所以难道喵喵叫 也并不是在与人类交流 是太反常识了吧 不对 2015年呢 英国就有团队 重复了尼博士的实验 只不过这次他们使用的是一对又一对的猫主子和蚕屎官 然后奇迹就发生了 蚕屎官们对自己猫主子的判断准确率轻松达到60% 而对别家猫主子的判断准确率却跌至25%以下 所以这说明什么 乔博士说 130年前 1895年 美国两位资深猫卢兼作家 出版过一本猫语圣经 其中把猫的各种叫声 一一对应到人类词语 然后130年来了 这本猫语圣经一直被封为规念 但现在看来 科学研究却好像正在告诉我们 没用的 每一只猫主子的喵屋声 都是专门针对它蚕屎官 一对一加密的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猫语通电 这真是 越研究越迷糊了呀 好吧 下一个课题 是否能从侧面入手 拘回解答这个谜团呢 很多人都说 撸猫最有成就感的瞬间 莫过于把小猫 撸出这种呼噜噜的喉声 然而 喉声是什么 先别说同为大猫的那些狮子老虎 就拿这段蒙古猫鹰饶蛇来说 你感到了什么 来自神秘萨满的恐惧 来自自然之业的畏惧 没错 猴 公 猴 所谓狮猴公 所谓狐笑容音 这都是古人对低层猴鹰的可怕描述 甚至可以说 它自然的一切猴鹰都是恐吓 然而 到了猫身上 网络上竟然有很多八小时 猫咪呼噜的大礼包 让你一次听到爽 为什么我们不仅不害怕这种猴鹰 还会觉得爽呢 乔博士记录了这样一些实验 首先 研究员与猫咪玩耍爱抚 这个时候 他们发出了那种很幸福的呼噜声 研究者将它记作满足性猴鹰 接着 研究者一犯常态 这天故意懒在床上 不按时喂猫 猫主子先是早急的在床边走来走去 然后又猛的跳上床 主动的发出了呼噜声 研究者把这记作请求性猴鹰 下一步研究请求性猴鹰 研究员竟然发现 它与人类婴儿的哭声近似 健康婴儿的哭声 大多在300到600赫尺之间 而猫咪的请求性呼噜呢 也恰好在这个频率当中 看来猫咪在利用我们的本能 它竟然把自己模拟成人类婴儿 向我们请求 这实在太唯一了 谁教它们的 这可是它们的本能啊 这里还有两段请求性呼噜声的样本 大家猛一听 是不是真的有点被击中基因的感觉 尤其是初为父母的宝宝宝妈 很像吧 再下一步 研究满足性猴鹰 更离奇的结论来了 先是2001年 有专家发现 这种呼噜声 竟然能够促进骨骼愈合 还有利于缓解疼痛和水肿 这如果说才勉强可以用 猫科动物野外生存的法则 它们经常受伤骨折来解释 那2009年 这项养猫有助于缓解 致命性心血管疾病的研究 就更让人一头污水了 研究证实猫咪的满足性呼噜声 可以将人类患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 降低约三分之一 看到猫咪真的是萨满 它一满足一祝福 你就获得了治愈之力 这也太扯了吧 写到这里 就连乔博士也说 下次猫猫再趴在你身上呼噜 记得说声谢谢 这真的是它在治愈你啊 至于乔博士出发的那个谜团 算了吧 真是越陷越深 乔博士决定换一个方向 继续探究 如果你养猫 这样的画面一定经常见到 小猫们两眼放空 两只前爪交替地往下踩 还时常伴随着呼噜声 尤其是当它踩在软绵绵的东西上 这种行为更会持续好几分钟 乔博士把这称为柴奶 还观察到 尤其是人类软绵绵的肚皮 比如这只小猫和小宝宝 就靠这几下 它俩在电视上蒙倒了几十万人呢 然而这种行为的真实意图和原因是什么呢 对不起 科学家们对这是一筹莫展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它们的祖先 生活的地方枯草和落叶很多 每当要消息的时候 它们就得踩出一片空地来睡大觉 但这无法解释 为什么采奶也经常会发生在猫猫睡醒以后 还有人说猫的脚趾间有丰富的气味线 当它们采奶的时候呢 气味可以留在上面 这是一种顶地标记的行为 就跟狗狗对着电线杆抬脚是一样的 但乔博士却猜测了 猫咪采奶 这可能是一种幼态持续 据观察 小猫还在吃奶的时候呢 采奶行为是最常见的 这可能是为了刺激猫妈妈乳汁分泌 成年后 由于猫咪基因的幼态持续原理 所以它们还会经常这么做 然而什么是幼态持续 还记得我们在熊猫那期节目里分享过的故事吗 熊猫虎精 这是大自然眼中的花壁大哥 在人类眼中却成了大眼幼态的万物萌娘 人类就好这一口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幼态持续的动物 比如这张图 小猩猩和大猩猩对比完全长得不一样 而人类和人类又在对比呢 很像吧 大头 他眼睛 含糊糊的 我们就喜欢大自然的这种幼态持续 比如黑竹猫 这是黑夜里最可怕的致命杀手之一 但在你眼里呢 很软很萌很可爱吧 所以采奶这种幼态持续 在大自然看来也许是一种警告 比如野外的猫咪一旦开始采奶 那就意味着这片领地是安全的 因为这里至少存在着一只已经生育过幼崽的成年猫咪 可能我们觉得奶猫 成年猫 这都是软猫啊 但野外的那些毒蛇麻雀 你可以问问它们 成年猫是何种拔旗的存在 同时 猫咪脚趾间也存在很多棋尾线 这种警告信息数向外扩散 方圆几里内的小动物都会收到这份来自纯肉食动物的警告 不仅猫咪 乔博士还观察到采奶 这也发生在非洲野猫 虎猫 豹猫 等等其他成年猫科动物的身上 同时伴随着呼噜声 这种采奶性呼噜呢 如果你有机会 仔细听 和前面那两种又不一样 真的有种老虎低吼的意味啊 周围肖肖 莫感妄动 而到了人类这 反了 全反了 大自然的采奶低吼 却变成了我们眼中的软萌可爱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乔博士决定接下来研究点简单的课题 比如 为什么十个橘猫九个胖 前年夏天 泰国气温飙升 严重干旱 水稻收成不好 当地政府讨论以后 做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决定 向猫猫求救 这很传统 几百年来 每逢干旱 当地就会举行一场猫公主巡游 一只仙奴猫 被两名教夫抬着 教杆上还会装饰五对蜡烛和五对鲜花 接着人类打击子说 猫公主 请让天空下雨吧 然后巡游就正式开始敲锣打鼓 走街串巷 游行到哪里 哪里的人就会把水泼向神猫 祈求下雨 然而 泰国的人类专家却表示 猫很不喜欢水 就像我们前面在猫咪夜花里节目里聊过的一样 科学家也证实了 猫是输水材料 所以古人这种行为很不猫到 那怎么办呢 我们惊喜的发现 最近一次的猫公主巡游中 被抬着的 竟然是一只毛茸茸的多拉A梦 好吧 机器猫也是猫 但好歹用个多拉A梦的妹妹啊 不是猫公主巡游吗 我们的多拉A梦可是爱吃铜螺烧的阿哥呀 好了不测远了 这个故事到底和时局九胖之谜有什么关系 原来这是一个乔博士破解谜团的影子 他从五岁起就养了自己的第一只猫 至今他已经养过八只了 他很喜欢这种泰国国宝险罗猫 但同时他也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突然意识了 对呀 险罗猫的颜色和花纹千奇百怪 但这种现象在他们的祖先 北非野猫身上是一丁点都看不出来呀 用科学的话说 这是一种非自然的人工选择 乔博士还查询到 早在137几年呢 泰国就流传着一本论猫 书中根据泰国习俗 将23种险罗猫划分成两排 17种吉祥猫和6种不祥猫 里面最著名的是一种叫做月亮钻石的显罗猫 可以看出 它几乎就是现代显罗猫的样子了 也是泰国的国宝品种 还有这种通体漆黑 唯有颈部一圈白的 叫做宝石圆环 这种全身雪白 只有腰间一圈黑带的 叫做珍珠布 还有这只叫做卓越或者黄童 当然现在这种颜色的猫猫 我们统一称它为胖橘 接着 乔博士看了看自家的橘色阿比 然后写道 石菊九胖 这或许都怪人类 净化生物学上有个概念 叫做负贫率依赖选择 说人话就是 稀有的外观更受青睐 而猫为什么要长成橘色的 这很不合理啊 除了能在南瓜地里 把自己伪装成一颗大南瓜以外 这是很嚣张的反向伪装啊 你看美国的那些罪犯 都是穿橘色的囚服去停诊 这种反向伪装是猫中打疙瘩 花壁猫老大的意思 所以人类很少见到橘色猫老大 于是发现一只就尤其偏暗 然后就刻意的繁育它们 接着就阴差阳错 一不小心打开了它们体内一种叫做赤鼠态的基因 这种基因人类也有 决定哺乳动物的毛色 同时它也决定哺乳动物的胖瘦 为什么毛色更加橘红一些的北欧人 普遍比我们毛色更加幽黑一些的亚洲人要胖呢 看橘猫啊 竟然是一样的原理 于是在人类的培育和选择下 一只橘猫诞生了 我们觉得它们好胖好可爱 而事实上这是猫中黄虚 而猫中黑老大的意思 到此为止呢 乔博士总算是用自己熟悉的进化生物学 为我们解释了一个谜团 但接下来猫捉老鼠的迷思 乔博士又要来帮我们打破常识了 好奇害死猫 它们天生就有一个追逐活物的好奇心 就像没有哪只猫咪能够抵挡光点的诱惑一样 所以长久以来 对猫一知半解的专家告诉我们呢 猫起源于梅索不达米亚的农耕时代 因为随着人类农耕文明的到来 一桌桌巨大的骨仓被建立了起来 于是偷吃粮食的老鼠 就成了最先吸引猫咪加入人类社群的红娘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乔博士援引一位专家的话说 猫的捕捉能力不如雪雕 所以我不相信早期农业会让野猫变成宠物 接着乔博士又介绍了一个有趣的实验 2018年 麦克尔博士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工业废品回收站 布置了很多很多的隐蔽摄像头 然后他将100只皮下植入微芯片的老鼠放入其中 他期待着记录下一场场精彩的猫鼠游戏 然而在接下来的79天当中 一共有259次猫和老鼠相遇了 其中猫追老鼠的现象只出现了20次 而这20次当中 又有17次是猫在老鼠身后默默地跟着 完全没有捉顾他的意识 野猫积极捕捕捕的镜头竟然只有三个 完成击杀的只有两亿 而且都不是所谓的追逐大战 而是老鼠误入死胡同 单方面的被猫咪欺压 因此猫捉老鼠原来是一场世纪迷思吗 猫咪虽然好奇爱追逐光点 但真的不爱抓老鼠啊 所以这个问题出不出点大 既然猫捉老鼠不如雪雕 那猫究竟如何起源 天知道 乔博士一不小心又给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天坑 天坑 这次必须天坑 于是乔博士将目光投向了埃及和陕西 这里的传说和考古中分别出现猫咪起源的地方 画面中 这种奶凶奶凶的小猫 大家肯定一眼就爱上了它吧 但也许有人看出不对劲了 这哪是猫啊 这是石虎啊 很凶猛的野兽赶紧跑 据说如果在野外被石虎撞见 它会像一块石头一样盯着你 而这恰恰是它准备突袭时的伏击状态 只不过它这会儿正在计算 你这个体型该如何突袭比较合适 野外捕松鼠 捕鱼 捕鸟 石虎非常凶猛 另外石虎也叫做豹猫 身上的花纹是金钱状的 和金钱豹一样 非常暴躁的一种猫 包括现在可以家养的孟加拉豹猫 被誉为新手千万不要尝试的蔡家王 它体内也才八分之一的豹猫血脉而已 所以家养石虎想都不要想 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乔博士的研究中 他却发现 2016年中国陕西全户村 挖出了5300多年前的猫咪骨骸 是两只 而且猫肚子里还有没有消化完的食物 检验这些食物 发现有大量的树米 其中一只甚至只吃树米 这就是他们俩被饲养的重要证据 因为猫在野外是纯肉食性动物 只有被人类饲养后才开始吃树 然而 接下来的基因检测却让人不寒而泥 5300年前的陕西人 你们在干什么 这不是猫咪 这是两只石虎 是豹猫啊 你们养他做生 一定是能给部落带来什么好处吧 而如果不是抓老鼠抓毒蛇这种物理好处 那就只能是撸猫解压这种心理安慰了 但撸石虎 你千万有人撸金钱豹吗 这恐怕不现实吧 但事实上 中东土豪们至今保留着撸金钱豹的习俗 这是什么意思 仔细追溯 这竟然也出现在了古埃及的壁画上 所以乔博士认为 猫咪起源就跟中东人都猎猫 陕西人都石虎一样 这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说白了 这是比撸猫解压更大的心理爽点 它叫做宗教 设想一下 5300年前 陕西还是皇帝正要崛起的时代 埃及也正是守卫法老王纳麦尔政治们一统上下埃及之时 权力武力和霸气 这不正是那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吗 王者需要宗教 宗教需要神明 神明又需要神迹 于是一头头凶猛的大猫小猫出现在了王者身边 他们在王者拔气下显得如此乖巧 而事实上 这都是短暂的表演 并没有任何大猫小猫真的被人类驯化 他们只是像马戏团的熊师一样 暂时被驯服而已 但撸啊撸 撸到距今4000年前的时候呢 古埃及的法老们突然发现 诶 有一种北非野猫 他们竟然真的很懂我 竟然真的表现出有点被驯化的感觉啊 于是 这些北非野猫出现在了越来越多的壁画文字和珠宝当中 到了距今3500年前呢 猫成了埃及壁画中十分常见的元素 他们一会儿趴在桌腿边磨蹭 一会儿又在人类脚边吃东西 很显然 这个时候的北非野猫已经被驯化成了家猫 包括DNA检测也显示 目前所有的家猫都是北非野猫的后代 又过了500年 3000年前 猫被古埃及人和神明巴斯特联系到了一起 过上了猫猫有史以来最舒坦的日子 他们在神庙中徘徊 被奉为巴斯特神的化身 很多人家里都供养着猫猫 当猫猫离世的时候呢 家庭成员还要刮掉美貌以示黑道 近现代 考古专家们甚至从巴斯特神庙的遗址当中 发掘出30万只家猫的穆莱伊 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真的是大吃一惊了 然而继续深挖这30万只家猫穆莱伊背后的埃及故事 真的 只能说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非常提起我们会员频道戏说 总之好景不长 猫神巴斯特的荣光在罗马人入侵以后就迅速消散 猫回归到了宠物的地位 然后又随着古代贸易走向了全世界 这就是乔博士假设的猫咪宗教起源说 然而故事分享到这里 乔博士也无赖地表示 大家发现了吗 我们聊了这么多猫猫谜团 除了如今所有的家猫都起源于北非野猫以外 既然没有一件事 我们是能百分之百确定的 猫真的是一种十分神秘的动物 包括他的另一个主要行为交流方式 这竟然也是十分离奇的谜团 网络上流传着很多这样的影片 通过尾巴的位置和动作 主人就能判断猫猫的情绪和状态 比如尾巴高高竖起 那代表他心情很好 正在很自信地向人类打招呼 像蛇一样的扭动 那是他在邀请你一起玩游戏 尾巴下垂并且大幅甩动的话 那是他在说 正很烦别来搞事情 夹在两腿之间 那是明晃晃的认识 通常我们会认为这很正常 所以摇尾起源 狗狗不也是通过尾巴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吗 但是乔博士在这里说 动物为什么会用尾巴来表达情绪 这竟然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谜团 比如就拿猫科大家族来说 除了家猫 只有一种猫科动物会用尾巴来表示情绪 那就是狮子 剩下的老虎豹子舍利 甚至是家猫的祖先北非野猫 他们都不会用尾巴互相交流 所以家猫这招把尾巴当棋鱼使用的本领是跟谁学的 难道是跟口口学的吗 人类也没有尾巴呀 如何破解这个谜团 这竟然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乔博士只能猜测 这可能和社会性有关 比如狮子为什么会尾巴起雨 那是因为狮子在草原上也是团队捕猎 需要互相沟通 而其他的大猫小猫都是老虎抱着那种独行侠 不必交流 自然你就不会使用尾巴起雨 同样狗狗的主线是狼 狼也是社会性动物 他们自然也会这招 人类虽然没有尾巴 但我们有眼白 有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 这就是我们远距离的旗语啊 一句看我眼色形式 这在全动物界看来 也是极端离奇的操作 除了人类 其他动物都没有眼白 无法理解眼色为何物啊 所以家猫呢 他们也没有极其不猎的社会性呢 乔博士说 这可能是因为家猫的数量和密度太大了 设想一下 数千年来 大量的家猫聚集在人类的垃圾堆和施舍物周围 他们自然形成了一套庞大的沟通网络 信息交互的密度远远超过任何一种野生动物 所以家猫就需要更有效的沟通手段 苗是不可能苗的 那是专门针对人类的迷魂药 那咱猫猫之间该如何办呢 正好尾巴像根旗杆 动起来又十分方便 离得很远就能让其他的猫猫看见 于是他自然成了家猫之间互相交流的完美器官 这就是乔博士的猜测 当然如果你200年前去到日本 你会惊奇的发现 日本猫没有尾巴 直到今天 这种猫在日本都还很常见 叫做日式短尾猫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继续研究 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有关猫猫的疲之领域 玄学 或者说人文科学 人类科学吧 他们在人类历史和文化中 竟然还有更大的谜团 这是一幅很多人都没见过的最后晚餐 比达芬奇那一幅更完整 而且我们也终于看到达芬奇画作中 被破坏的耶稣脚下部分了 原来这一部分中 出卖耶稣的犹大身旁 蹲着一只黑猫 曾经罗马教廷禁止养猫 八百年前的教皇格里高九世 更是认为 毛茸茸的黑猫 就是路西法本尊的化身 1233年 格里高更是颁布了一项法令 宣布撒旦式扮猫 会在弥撒中化身为猫 两百年后 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 猫又成了教廷猎杀女巫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今 比利时都还保留着一个 当年流传下来的抛猫节 画面十分诡异 但就像现在教皇也开始养猫爱猫一样 这个抛猫节 现在也是爱猫节 然后回说我们东方古代的历史文化 大家还记得这张武则天晚年的 赎罪金卷吗 他年轻的时候 为了夺权 残忍地害死了萧淑妃 这个故事我们先前专门聊过 萧淑妃临死前 诅咒到 自己此后要化身成猫 让你们五家人全变成老鼠 不要一个一个的折磨你们 从此武则天下令皇宫尽其养猫 后来又觉得萧淑妃阴魂不散 总是能听到猫叫声 索性就从长安皇宫离开 搬去洛阳居住 然而这个故事为什么让武则天如此忌惮 原来 大唐妖猫传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演义 隋唐时期 中国确实曾经流行过炼制猫鬼的法术 说是隋文帝的小舅子独孤陀 他家里就养了一个擅长炼制猫鬼的婢女 猫鬼妖书了 不仅能杀人 还能将死者的财物运气转嫁给自己 独孤陀就命令婢女用猫鬼帮自己免财 甚至用猫鬼控制了自己的皇后姐姐 但就当她想用猫鬼继续控制姐夫隋文帝的时候 事情败露 皇帝追查下来 牵涉几十万人 案件内幕十分可怕 真的就跟二十五年前的那款游戏 《轩辕剑天之痕》里说的一样 这是在炼制万灵血啊 案件爆破以后 隋朝逆法 豢养猫鬼 或者传授使用猫鬼邪术的人 叫刑 知情不暴走 流放三千里 但幸好 就像我们猫咪神术那篇故事里说过的一样 唐朝晚期 一个爱讲鬼故事的打财子 段臣氏 段公子 写了一本风靡全国的打唐金奇笔记 这当中呢 用一篇金钱猫的故事 为猫咪证明 段公子说 我听很多商人都说 猫如果疏毛洗脸 爪子抬过耳朵 那就是有客人要光顾 从此以后 猫鬼传说 慢慢在中国就演变成了 招财猫的概念 而在日本呢 由于唐朝晚期 浅唐使断绝 段公子的故事在日本并不流行 反而是他们被找清那些猫鬼的故事 吓到不行 于是日本文化中又出现了猫诱 说是九岁老猫 尾巴会开始分岔 不需要炼制猫鬼的法术 尾巴分岔的老猫 会自己离开人家潜入山林 继续修炼 然后变成取人性命 夺人运气的猫诱 最可怕的猫诱 久尾久岔 需要久八十一年炼化 怎么办 这个时候有人献上了一种 自然基因突变的短尾猫 对啊 没有尾巴不就不会分岔 不会猫诱了吗 好好好 实在太好了 于是一代代培养 日本短尾猫就此诞生了 到了1712年 首位进入日本的德国专家 在自己的日志中说 这是日本人饲养的一种猫 有黑白的大圆斑点 尾巴卷曲像被折断的一样 对老鼠完全没有兴趣 被女性抱着抚摸 使他们无上的欢喜 看来 爱猫 这是源自人类基因的指令 再可怕的传说 也无法阻挡基因 故事分享到这里 乔博士甚至说 2016年 意大利有一项研究 他们发现了古代 维京港口内 大量的猫猫墓地 这或许说明 那些凶猛的维京战士 在一场酣畅的掠夺 厮杀以后 当他们回到船上 也会温柔的摸摸猫头 感谢主神奥丁的馈阵 在北欧传说中 两只肥大的巨猫 负责拉动 女神弗雷亚的战车 雷神鼠尔 还和肥猫掰过手腕 结果竟然是被击败了 去研究 维京人偏爱菊猫 很可能菊猫就是他们 根据神话培养出来的 肥猫品种 因为观察世界上 菊猫交集中的区域 竟然真的能勾勒出一张 维京人的航海线路图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回到现实 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个离奇的传出 那就是 乔博士为什么会写这么细致 丰富的一本猫猫之书呢 这不对劲啊 因为乔博士 这是进化生物学界 研究爬虫 研究蜥蜴的权威 它有一个外号 叫做蜥蜴人 要说地球上最了解蜥蜴的人类 乔博士说自己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蜥蜴权威 为什么要在2023年 突然出版一个有关猫的畅销读物 看看如今世界的纷争和战火吧 大家是不是联想到了 什么更优深的都市传说 难道猫猫 蜥蜴 龙竹 这都是来自远古的文明 作为人类的守护精灵 在这个纷争的世界里 猫猫有必要再次出场 让我们放下分歧 共同感受它的治愈之力 让世界走向平和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 夫人说 今晚就试试八小时的猫葫芦 真的这么神奇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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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